哈囉大家好,我是屈宇 那剛才呢 日版已經正式的把這個Fever測試關卡 實際放出來 那我也稍微測試了一下 也有一些心得 然後一些看法 然後 就是發表一下它的一些 重點的改變 然後就是實際的遊玩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建議啦 那當然現在都還是在測試的狀態 所以 目前來說我是看到 一些問題 那也就是靠著這部影片 稍微拍起來 然後 就是給個建議啦 雖然台灣人嘛 就日本人絕對不會管 那我們也許可以 看看台版官方有沒有看到這部影片 然後或者是幫我翻譯成日文 就是 稍微 給日本人看一下這個 我自己的建議啦 那就是 實際遊玩後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這樣子 好,那我們 先不廢話就直接進館卡 這一次的話是四個屬性都可以開啦 那我就直接 用一個比較簡單的火屬性隊伍 這個比較能炸板的隊伍 因為 Fever 需要靠炸板來拉 所以我就故意選一個 逆屬性的 讓炸板比較好炸 不會 可能不小心把他打死 之類 好,我們就直接先來看看 這個右下角的地方 Fever能量條 Fever Level 0 然後 10分之0 所以呢 現在就是我們要 達成這個 碎片數量 我們才能升等 所以你看我剛消六顆 他就是升 六歲 然後我可能消十顆呢 他就會升十歲 然後我們就有Lv.1的Fever了 好,我們就是先測試一個Lv.1的Fever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好,他滿血是1200萬 我們就先這樣 好,Lv.1的Fever我們直接開下去 他的倍率呢 是乘以0.01% 也就是說 他Fever Power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精彩 當然是有弱爆彈射足 但是就是 其實跟以前的Fever差不多 然後呢 可是呢 他的Fever歲數呢 是大概只有二十幾歲的傷害 所以呢 他其實傷害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我不建議你在Fever很低的時候 就開啦 除非你真的就是 只是要 我就是要開Fever 然後我要清版面 一些很殘的版面 所以才要開 正常的話我不會建議說 很低等級的時候開Fever 因為傷害面非常的普普通通 好,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先開個咪哩魔技能 然後我們把Fever能量條把它拉來 再拉高一點 好,我們這邊呢 就很 炸一次版呢 就很順利的來到Lv.8 好,所以只要超過到一定的等級呢 之後他的Fever能量條 就會增加越來越多歲 所以你看我現在Lv.8升到Lv.9 就要58歲嘛 因為你看我消了664歲 來,644歲呢 然後升到Lv.8 那我們就繼續升 好,Lv.10 然後73分之 欸,82分之73嘛 所以我只要再消9歲 我就可以到Lv.10 好,沒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來測試一下Lv.10的效果 好,Lv.10的話 就是其實就是 跟以前的Fever傷害面 應該是一樣的 就是都是乘以1.0吧 然後呢 Lv.10開始呢 就會有低機率 就會掉一些 小C珠在裡面 就是你平常掉一般射注的地方呢 就會有小C珠 所以傷害面當然就會更高一些些 但因為我們打水屬性嘛 所以等傷害面就看不太出來 但其實是跟以前的Fever是差不多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 往上拉 我們要開始把這個倍率往上拉 接下來我就要講到非常非常重要的 邊炸我們邊講 我覺得這個 目前來說我覺得最大的問題點 就是我們的Fever條呢 我那昨天看公告我沒有看 很懂 那個Fever條不累計到 是什麼意思 我懂了 就是呢 你Fever開過之後 你的歲數是不會跟著歸零的 所以你看 我現在剛剛從 零等升到一等是不是很低 但是呢我從一等升到兩等我是不是很高 這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不妙的事實 而且呢我發現 他其實 就是一個版呢我們可能看一下我們一個版炸多少 正常來說我們一個版炸46嘛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看這一支炸滿全版到底會不會46 28到74 4446的 所以其實呢到後面會非常非常的難擊 你看我光是升到四等我就要145歲 如果你等級拉更高就會更難用 也就是說你的Fever 還要被限制使用的次數 那我自己是覺得 這個 不太OK啦 你看我現在光是這樣 我這樣子 Lv.5我就要炸很多很多的版 你看我現在又要一直炸一直炸 才能回到跟 最一開始 第一波開Lv.10的一樣狀況 那如果我Lv.10的那個時候呢 我Fever不開那我早就Lv.20了 所以變成說 他有點變相的讓你說你的Fever 不太能 隨便的輕易去亂開 尤其是當你想要拉到很高的時候 然後我現在已經Lv.7喔 然後我居然要204歲 好我們 我本來其實還是想要實測一下那個 非常非常高的感覺 那目前看起來喔 他們雖然寫80啦 80等會效果會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 我自己覺得齁 因為他可能考量到了我們需要大量倍率的 他Fever是直接用以前的倍率 就是如果你拉到100等之後 你的傷害面會是以前的 可能你的以前Fever的死倍 可是變成變相來說 你Fever有點太難 去把它拉上去了 然後他又不歸零 就是如果你假設你這一波 你50等 你好不容易50等了 開了一次Fever 那你下一次Fever要升等的話 是非常非常難達成的 你看我現在光是8等我就要226歲 這非常 我覺得這非常難達成 所以 目前來說我覺得現在這版的Fever最大的問題點是 呃如果你拉到後期的話 其實你的傷害面是很難去補足的 就是 效益沒有那麼好 就是 對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這版本的 新版本Fever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需要花非常非常大量的心思 以及炸版的 然後才能把Fever拉起來 那我覺得呢 在日版的狀況呢 這不好達成 但可能在台版來說 可能非常容易就拉很高 但是 但是 這個但是呢 就是 通常 敵人也被你秒光了 你Fever真的拉滿了 敵人也被你秒光了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現階段來說 Fever這個最大的問題 因為 如果說你想要省Fever 就 就有點 就有點跟這個新系統的 想要製作的方式 應該是又有點背道的 就是 一定是他們發現了 都沒人再用Fever了 所以我們 要趕快把Fever 想辦法把它找回來 但是現在這個設計呢 卻 也沒有辦法很讓人安心的 一直使用 去使用Fever 我覺得這會是 這個系統現在來說 最大的問題 然後 就可能 等一下會稍微試一下 瘋狂乍版 然後把Fever能量調 拉到可能 100等之類的 就稍微讓大家看一下 它的效果大概是怎麼樣 因為 就是 對 非常非常難達成啦 所以我覺得這是 目前來說 Fever最大 新版Fever最大的問題 就是 達成的門檻太高 但是 我覺得可玩性還不錯 但是 而且很漂亮 其實我覺得新版的畫面 其實很漂亮 就那個轉圈圈 我覺得那個很有動感的感覺 我覺得很棒 再來就是 傷害面呢 變成說 你一般射珠的時候 是 還會有 在裡面有C珠啦 所以 我覺得這會是 新版Fever一個 非常好的設計 但是 就是 最大的問題點現在還是 是在於這個 集的部分 那我可能後面會補一個 我花很多很多時間 把Fever能量調 拉到很高很高的傷害 各種版本級的傷害 各種版本級的傷害 稍微讓大家去比較一下 應該也都是用這個隊伍 這樣去做 我也不可能每一個 一直一直集啦 所以我應該會 我應該會用 重置的方式 去一個一個接 這樣子 那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那就按個訂閱 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到這邊 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 我們不會在這裡 音樂 我們是在這裡 私外若是最新的 是在三大了 我都可以讓我來 在這裡 已經拍了 我都可以 我自己一開始 我草害不是 我做得 我跟這一個坪 我 Div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